有一個煩惱肯定大家都遇過的 就是手機沒有記憶 每次不夠位置手機就會滴滴地 不單止錄得慢 有時候還會開不到一些APP 所以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些緊急釋放手機容量的方法 大家平時都會下載不少限時免費的軟件或者遊戲 不過通常下載完一次之後 玩完就不會再使用 其實這些軟件和遊戲都佔了不少儲存空間 大家只要按入去設定 再按一般 然後在儲存空間和iCloud的容量這個位置 再找回這個管理儲存空間的地方 你就可以找出佔用你手機最多空間的軟件 然後再選一些你平時不是怎樣用的軟件去delete 就可以釋放更多手機的空間 雖然在香港用iMessage來做主要的通訊軟件的人 就不是很多 不過大家平時收來收來的一些訊息都有一定的數量 大家進入去設定 然後按訊息 將訊息的記錄保留訊息 就可以將它較為一年或者三十日 將比較舊的記錄delete 就可以釋放部分的儲存空間 其實有不少的朋友都習慣在WhatsApp使用voice message 來代替文字的輸入 其實這些錄音都佔有很多的容量 大家只要進入WhatsApp的設定 然後按數據和儲存容量 你就會見到你每一個的聯絡人 你再在這個介面最底的地方 可以剷除聯絡人或者群組的文字 照片或者語音訊息的記錄 你就可以釋放部分的存存空間 無論你使用的瀏覽器 是Safari還是Chrome都好 它們都會自動儲存不少不必要的數據 清除它們之後 就可以幫你的電話截散不少空間 打開設定之後就可以 按清除瀏覽紀錄和網站資料 在使用了HDR模式下拍攝的相片 手機通常都會預設自動保留 你正常和使用了這個模式拍攝的相片 你Safari兩樣東西的話 自然就會霸佔了你手機不少空間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把這個setting關掉 就可以節省一定的容量 如果大家使用了所有以上的方法 手機仍然不夠位置 其實還有一個偏方 就是去iTunes下載一部高容量的電影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iTunes為了令用戶有更大的動力 去下載它們的電影 就算iPhone的容量差不多已經用完了 但只要在iTunes按購買電影 它都會自動幫你嘗試剷除手機各種暫存檔案 去清除空間出來 所以大家只要作出購買的動作 不需要完成整個購買的程序 就可以令到它的系統 幫你的手機釋放一定的容量出來 但要留意這個真的只是偏方 不一定適用在所有iPhone手上 而且也是只適用於一些 Memory差不多用完的手機上 所以如果你手機真的沒有位置這個田地 那你就真的可以試一下